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日月频道 现在报告3月18日晚间新闻 首先是中美领袖会谈的消息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四个星期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根据新华社微博的消息 习近平对拜登说 我们去年11月首次云会误以来 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既不太平亦不安宁 习近平说 乌克兰的危机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有关事态再次表明 国家的关系不能走到兵庸相向这一步 冲突和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和平和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 他对拜登指出 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普萨基事前放风说 拜登将向习近平提出警告 如果中国为面临各国制裁的 俄罗斯伸出援手 中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西方媒体此前报道说 华盛顿已经通知了盟友 莫斯科要求北京提供军事装备和 经济援助 来支持他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指出北京对莫斯科的要求持开放的态度 中国就指责美国散布虚假的讯息 俄罗斯也否认向北京寻求军事的帮助 不过 继昨天中国外交部肯定和赞扬驻乌克兰大致 对乌克兰表现友好的讲话之后 今天在央视的新闻中 也出现了乌克兰军人取得胜利的战程的报道 另外中国外交部涉案安全事务专员程国平 17日会见了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 程国平向杰尼索夫介绍了今年中国两会的情况 并就中俄双方的关系 以及两国反恐安全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 并没有提到乌克兰问题 而中国外交部的简讯也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又看乌克兰总统扎联斯基的T恤 扎联斯基的T恤有什么含义呢? 继在欧洲议会、英国、加拿大国会演讲之后 16日乌克兰总统扎联斯基又在美国国会发表了视频演讲 相对于扎联斯基令美国议员落泪的演讲内容 一些人对他身上的T恤更感兴趣 不过有美国人批评他不穿正装随后遭到网友炮轰 不少网友也注意到扎联斯基在冲突以来 一直穿的是深绿的T恤上面还印有一个标记 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 当俄罗斯军队在俄乌边境集击近20万兵力的时候 乌克兰斯基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 一件干净的白衣服 戴着一条颜色相配的领带 发表了一段公开的讲话 那个时候的他 看起上来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没什么不同 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乌克兰斯基的西装打扮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咖啡式的军装以及军绿式的T恤 还有满面的胡桑 被解读为向外界展示一个战士总统的形象 有外国媒体分析说 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斯基 显然很擅长塑造一种视角的序视 通过不完美的脆弱形象 以及简单的序视 让公众对他产生信服感 也有媒体在3月2日的报道中说 乌兰斯基并不是随意选择今天要穿这件衣服的做法 而是要给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一个人设 就是战斗中的战士 并且这件军绿式的T恤代表了乌克兰军队、民兵组织和平民 在战火分飞的日子里 传达的信息不言而遇 至于上面印着的标志 鐵十字分章只是官方的标志 还是还有其他含义呢? 这件T恤引发争议 还因为上面印有一个 类似乌克兰反抗军徽章的铁十字分章标志 有人指出 这个标志是乌克兰军队的官方标志 并没有其他含义 但记者注意到 乌克兰军方标志 和乌克兰反抗军徽章的铁十字分章 十分相似 但又有不同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的历史学家 阿克兰霍对于扎连斯基 穿着这样的T恤公开露面 表示不敢相信 他对这个标志进行了考察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扎连斯基衣服上符号的象征意义 应该是乌克兰反抗军的徽章 乌克兰反抗军创建于1943年 在前苏联以及俄罗斯 被称为乌克兰叛军 俄罗斯政府已经禁止他在境内的活动 阿克兰霍说 乌克兰反抗军在俄罗斯人 犹太人和波兰人居住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 有几百万人被杀 据了解 对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认知 也成为分裂乌克兰内部的因素之一 早在2015年4月份 乌克兰最高议会通过了一行法律 将乌克兰反抗军 认定为20世纪为乌克兰独立而奋斗的战士 并向这个组织成员授予社会保障的权利 著名的巴雷姆演员已经逃来俄罗斯 来到荷兰 俄罗斯首席巴雷姆演员 斯米尔洛瓦已经离开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 逃来到荷兰 荷兰国家巴雷姆团证实 李偉因为批评俄罗斯入侵 而受到指责的巴雷姆演员 已经安全落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荷兰国家巴雷姆团一位发言人 星期三表示 斯米尔洛瓦将马上投入工作 发言人说 由于他反战的态度 这个使得他继续在俄罗斯工作是不可能的了 他在星期一抵达荷兰 并且在星期三被介绍给荷兰国家巴雷姆团 这位祖父是乌兰人的舞蹈家 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他全心全意反对这场战争 他曾经期望 发达社会可以通过和平谈判 解决他们的政治问题 但从来就没有想到 会为俄罗斯感受羞耻 发言人说 他在俄罗斯的时候发表了这些声明 另外 据发言人说 斯米尔洛瓦之所以选择荷兰 是因为他和荷兰国家巴雷姆团的合作 荷兰这个技术团体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愿望清单上 斯米尔洛瓦在雷蒙达中扮演他的第一个角色 这出巴雷舞剧将在4月3日 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歌剧演舞台上演出 他出生在1991年 擅长独舞 曾经在欧洲各地和中国日本巡回演出 又看另一名俄罗斯记者的遭遇如何 在电视演播室里 举牌反战的俄罗斯记者如何 在电视直播中 举起反战标语牌的俄罗斯记者奥夫山尼科 拒绝了法国向他提供的政治庇护 并表示他将会留在俄罗斯 准管他说自己的行动毁了他和家人的生活 奥夫山尼科说因为不一般的抗议活动 最近几日受到全世界的音配 他走入新闻演播室 大叫停止战争 打断了俄罗斯国家广播公司的现场直播 在他的演播室行动之后 他被监禁和审讯了14个小时 之后 他因为擅自闯入演播室 而被罚款3万劳报 大约是260欧元 此后 他被释放 但可能因为另外一种传播虚假讯息的指控 面临15年的监禁 奥夫山尼科说 有两个年有的小孩 他告诉法国电视台 他的抗议毁了他的家庭生活 特别是他的儿子患有焦虑症 奥夫山尼科说 但是我们必须和我们的同胞兄弟结束这场战争 这样 这场疯狂 才不会发展为核战争 我希望我的儿子长大之后 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昨天他在接受德国周刊镜布的采访时候 他表示 他住在法国获得的政治庇护 因为他是一名爱国者 他说 我们不想离开 我们不想去任何的地方 另外 荷兰释放囚犯回到乌克兰参战 一名在荷兰被拘押的乌克兰人 已经获得释放 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 和俄罗斯人作战 荷兰的发言昨天决定 他的拘留在今早上午11点结束 这个男子已经被拘留了6个月 去年9月他因为涉嫌走私人口被捕 他想将一群阿尔巴尼亚人达到英国 人口走私是一项刑事犯罪 最高可以判处18年的监禁 不过 他的律师要求释放这名男子 因为他想返回乌克兰 和俄罗斯人作战 发言裁定 由于战争的特殊严重的情况 有理由暂停审前的拘留 荷兰法院指出 沃兰政府呼吁他的居民保卫国家 根据法官的说法 嫌疑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来到服从召唤 还指出嫌疑人和他在沃兰的家人 是一起的重要性 作为条件 法院规定 如果有指示 嫌疑人必须再次报告 如果他被定罪 他将在荷兰服刑 此外 要求他在暂停拘留期间 并没有触犯任何新的罪行 又看看疫情的消息了 中国仍然决定 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 中共政治局常委 3月17日开会讨论疫情的形势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继续要求动态清零 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的洗头 这个意味着 中共领导人思耗 并没有改变防疫方式的打算 习近平同时要求 党政主要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 要将防疫工作放在第一位 对失职失责 导致疫情失控的 要立即医给医规查处 严肃问责 这个意味着 清零与否和各地主要领导人的政绩挂钩 所有不周行清零措施的 将冒绝失去乌沙母的危险 习近平同时要求他们 尽于出战缺战缺勝 这个意味着 一个地方出现疫情 就立刻启动全城大规模检测 不论这座城市是几百万人 还是上千万人 按照目前中国清零的举措 小区有疫情封小区 城市有疫情封城 中国现在已经有17座城市 处于近次的封城状态 包括上海和深圳等等 目前疫情最严重的是香港特区 香港疫情感染数字有所减缓 但是目前仍然有增几万人 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中国大陆的总和 还在继续上升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的数据显示 截至17日 中国大陆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 是4636例 而香港死亡病例 是5136例 问题就来了 林郑月娥为何还不下台呢? 面对着香港的严重疫情 有香港和大陆的网民质疑 内地一个市长和书记抗疫不力 就乌砂不保 为何林郑月娥还可以找错特首之位? 发出质问 林郑什么时候下台? 对此 有香港网民画一针见血 说内地人这时终于见识到港府的无能 林郑月娥的光碧自用 利日波的疫情 中港矛盾的核心源于清零和共存之争 香港陷入了两边不讨好的状态 政治上 香港必须跟随动态清零的国策 但是香港没有内地举国体制的威权统治工具 民众也不太听话 执行起来不伦不类 事实上清零的政策并不获得香港社会的广泛认同 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百分之五十三的受访者认为和病毒共存更加适合香港的情况 赞成动态清零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